很多经济专家和西方媒体的分析是 中国的经济经过了40多年的繁荣 如今已经走上了不可返回的坠压之路 不过对于中国的百姓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经济崩盘后 接下来中国将是怎样的一副末世景象呢 华尔街日报做出了相关的报道 报道的题目是 中国40年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报道说 多年来中国借助投资于工厂 兴建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 带来了长期的高速增长 让大部分人脱离了贫困 使其成为全球出口巨头 然而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失效 当中国努力赶超时 这种模式能够奏效 但现在中国深陷债务泥潭 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源不再充足 一些地区的桥梁和机场空置严重 数百万套公寓空置无人入住 更为严重的是 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 其他地区也在采取类似措施 在私人投资疲软 出口不振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表示别无选择 只能通过借贷和建设来刺激经济 现在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增长速度 显著放缓的时代 不利的人口结构 以及与美国及西方盟国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正威胁到外国投资和贸易 事态恶化 这或许不只是经济疲软的阶段 更可能是长期高速增长时代的暗淡泄目 展望未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未来几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低于4% 不及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 资本经济公司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趋势性增长 已从2019年的5%减至3% 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2%左右 这个速度意味着 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 刺激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时期 以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 所带来的回报将会逐渐减少 然而 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 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弱 债务达到不可持续水平 中国的经济问题逐渐显现 近几个月来 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制造业活动下降 出口减少 年轻人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整体经济陷入紧缩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碧桂源甚至面临违约的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的经济放缓可能会变演成长期停滞 就像日本自9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情况 当时 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多年的通货紧缩和有限的经济增长 然而 与日本不同 中国尚未成为富裕国家 中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的经济体 2022年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12,850美元 远低于世界银行将其列为高收入国家最低标准的13,845美元 与此相比 日本202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42,440美元 美国约为76,400美元 曾经支撑中国经济繁荣的关键 是对国内基础设施和其他实物资产的大规模投资 在2008年至2021年之间 平均每年约有国内生产总值的44%被用于这些领域 相比之下 美国约为20% 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 在2018年 估计至少13亿套中国城市公寓处于无人居住状态 这是迄今为止可以查到的最新数据 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去年的人均GDP不足7200美元 但却拥有1700多座桥梁和11个机场 比中国前四大城市的机场总数还多 截至2022年底 该省的未尝债务约为3880亿美元 因此在4月份不得不请求中央政府提供援助 以维持财政稳定 经济学家估计 如今中国要实现约1美元的GDP增长 需要投资9美元 10年前中国只需要投资不到5美元 而90年代这个数字只是3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Bird Hoffman表示 中国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 已从5年前的9.3%下降至3.9% 国有企业的回报率从4.3%下降到2.8% 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正在减少 生产率增长也在放缓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 生产率提升占约中国GDP增长的三分之一 然而在过去十年间 这个比例已降至不到六分之一 因为中央政府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 中国许多地区采取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不断的借贷和建设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包括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债务总额 占中国的GDP的比例将近300% 超过了美国的水平 而2012年的比例还不到200% 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 融顶咨询估计在中国地方政府用于资助项目的融资公司中 只有约20%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履行短期债务义务 其中包括国内外投资者持有的债券 经济学家们认为最为明显的解决方法是 中国应该将重心转向促进消费支出和服务发展 以创造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 使其更加类似于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体系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中国家庭消费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8% 而近年来这一比例相对保持不变 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68% 要改变这一状况 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 鼓励人们增加消费 减少储蓄 这可能包括加强中国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医疗和失业福利等措施 西方国家在疫情中通过给人民发钱来刺激和重振经济 如今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不过在国外几亿几亿大撒币的中国政府 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巨量的财富 为什么就不给自己的老百姓发一点呢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接着说 了解中央决策的人士说 习近平和他的一些副手 仍对美国式的消费心存疑虑 他们认为 在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工业能力 并且在为与西方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之际 美国式消费是一种浪费 领导层还担心 使个人能够在如何消费方面做出更多决定 可能会削弱政府的权威 而不会带来中国政府所希望的那种增长 原来如此 是因为中共害怕 一旦私有经济壮大后 老百姓有钱了 中共的权力就会减少 看来习近平是深刻了解了 商军书中平民弱民的精髓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中国政府从来不会让渡经济发展成果给人民 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还说 最近公布的一项 旨在促进消费的计划 因缺乏详细细节而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批评 该计划建议推广体育和文化活动 并在农村地区建设更多便利店 另外 习近平更加强调政治控制 试图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大的工业强国 中国在半导体 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领域 加倍加强国家的干预 不过 外国专家们认为 仅靠这些领域的发展 还不足以提振整体经济 也无法为数以百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就在上周 恰逢北京公布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 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六个月前 对高级官员的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 习近平强调了 关注长期目标 而非单纯追求西方方式下的物质财富 他呼吁要保持历史的耐心 坚持稳中求进 迅速渐进 持续推进 习近平这篇讲话的标题是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这篇讲话被外界认为 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最丧心病狂的 批评西方体制的一个政治宣言 他用概念不清的中国式现代化 来反击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 是习近平对改革开放 所奉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国策的彻底决裂 这也是他面对中国经济崩盘所提出的个人解决方案 这篇报道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是所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共挽救经济的唯一出路 是给老百姓发钱 为什么习近平不做呢? 另外一个是习近平解决经济崩盘的方案 就是摒弃以资本为导向的经济学理论 抛弃市场经济 回归或部分回归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那么经济崩盘后的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一番光景呢? 首先,全国性反贫将导致中共靠发展经济而获得的政权合法性丧失 其结果将是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 人民的言论空间更狭小 第二,对于粮食、石油等基础性资源完全依靠进口 制造业完全靠外贸的中国经济 这种倒退将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下回到改革前的七八十年代 第三,第四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上期我们分析了40年经济繁荣落幕 接下来中国会怎么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 在中国经济权限坍塌之际 中国苦苦挣扎的老百姓们是怎么样在过日子? 我们融合了《纽约时报》的两篇文章 对当下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各阶层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立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中国人对未来没什么期待 袁立采访了十多位企业主和消费者 他们对经济和国家未来的信心正处于最低点 如果说他们曾对经济反弹抱有希望的话 这种希望已经破灭 他们担心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情况的开端 并担心政府没有解决方案 坏消息不断传来 一家汽车配件批发公司的老板Richard李说 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很迷茫 都不知道下步怎么办 我曾经觉得这个国家会慢慢变好 在2023年上半年 李先生的生意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 他居住的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 曾在去年上半年被封控了好几周 其他类似的企业也在苦苦挣扎 李先生的一些客户是汽车修理店 因为车主减少开支 有些修理店甚至已经关门 李先生曾有四家店 其中两家已关张 他结构了三分之二的员工 也不再投资新产品 他还减少了下管子和与朋友聚会的次数 由于现金短缺 他曾经试图出售自己在2020年买的一套 用于投资的公寓 但即使在他将售价从330万元降到290万元后 也几乎无人问津 对李先生这样的人来说 依靠中国政府来了解经济状况 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政府已停止发布一些 多年来一直定期发布的数据 6月份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21.3%后 政府上周暂停了发布这个数据 李先生说 网最好的地方说所有人都是看跌 在看跌的情况下 一定就是等着跌得更低 网更不好的地方讲 就是人们其实很害怕 很担心 李先生表示 他担心丢掉工作或担心企业经营不下去 将导致人们增加储蓄 减少支出 从而将经济进一步推入通货紧缩的陷阱 由于焦虑情绪高涨 人们已经开始多存钱 少花钱 KARB刘在中国西南部一座大城市 创办了一家教育初创公司 他说 他今年的营收持平 这对一家 以前每年增长40%的公司来说 是个坏消息 30多岁的刘先生 虽然手中有约1000万的现金 但他已决心将每月的支出 控制在5、6000元 其中一半是房租 他的车 一辆丰田卡罗拉 是5年前买的 他不打算换新车 短期内也不打算买房 他曾在2019年 买了两个楼盘的公寓 但这两个楼盘的开发商 都已在资金耗尽后停工 这是中国房地产繁荣突然结束后 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中国人 正在经历的噩梦 刘先生认为 中国经济可能会连续几年下滑 他已在今年早些时候 卖掉了手里所有中国大陆企业的股票 并表示他不会碰任何中国公司的股票 即使他们在纽约或香港的交易所上市 现年44岁的Boris Dai 是北京的一名商业房地产顾问 他今年前6个月的收入不到10万元 只有他疫情期间收入的一半 还不到疫情前的15% 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出租办公空间 租户已在6个月前倒闭 让他的这笔收入落空 戴先生说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躺平 对未来没什么期待 他已将自己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改装成了房车 这样他和妻子外出旅行时 就可以把酒店钱剩下来 即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家 也因为前景不确定而不愿贷款 Mark Fu是一家金融资讯公司的创始人 这家公司在成都和香港设有办事处 他说 他今年的业务量激增 原因是 许多富有的中国人在疫情期间意识到 再有钱也买不来安全 我尊严 所以 他们向傅先生寻求帮助 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境外 银行可以提供低利率的商业贷款 但傅先生不愿意借贷 他没有扩大公司 而是让员工从12人自然减少到10人 他说 他对政府在疫情期间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行业 感到大为震惊 他曾经相信只要努力工作一定会成功 现在他担心 自己如何经营并不是最要紧的事 他问道 国家是要把你一锅端了 还是说让你可以赚点钱 他也有一套一直卖不出去的公寓 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已变得如此黯淡 以至于官方出版物 《政权日报》上的一篇评论呼吁 严格审查那些推测未来麻烦的帖子 文章称 那些以某信托爆雷了 中国版雷曼要来了 某商劝要召开至暗时刻的电话会议 为标题的造谣帖子 已引发了市场波动 人们因无法想象中国将如何摆脱恶性循环而感到绝望 他们认为 问题的根源是习近平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似乎不喜欢民营企业 并已逐步废除了曾让中国取得经济成功的一些市场经济要素 现年35岁的Andy Wang已在今年早些时候辞去了他在银行的工作 准备申请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 去年秋天 中共召开二十大后公布了一批新领导人的名单 这份名单令他反感 新领导人全是习近平的亲信 他说这个国家最后纠缩的能力已经丧失了 虽然王先生的父母很有钱 但他对自己是否能有他们曾经有过的同样机会感到悲观 他说国内是不可能挣到钱的 现在想办法不说保证现在的生活 只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生活能力 然而这个基本的生活能力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很难维持 纽约时报的另外一篇报道 提名为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如此难以解决 讲述了习近平拒绝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的决定 报道说 自从中国2003、2004年因巨额放贷而陷入困境后 中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社会保障网 而如今只有增加保障 才能让家庭觉得没必要存太多钱 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反对在全国范围内 使用这种直接刺激消费的做法 习近平有厌恶社会保障支出的名声 他嘲笑那是福利主义 认为可能会侵蚀中国人民的勤劳美德 需要福利的中国人已经被政府抛弃 不过不需要福利的人也逐渐走向贫穷的道路 纽约时报接着报道 中国当前经济困难的核心是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占中国经济产出的25% 至少60%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有关 许多中国家庭看到了积累财富的机会 他们买房用于投资将其租出去 但随着建成的公寓越来越多 导致租金下降 一些投资者的租金收入不够还房贷用 在许多城市 年租金仅为公寓售价的1.5%甚至更低 而房贷利息成本一直是5%或6% 由于租金太低 许多在过去10年买房的投资者懒得装修 他们希望把手中持有的新建毛培房 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据某些估计 中国城市目前有6500万到8000万套空置公寓 二售房的交易价已在过去24个月里下降了14% 新房价格的下跌幅度不算大 但那只是因为地方政府要求开发商不要大幅降价 结果是新房销售量大幅下降 这样下去 至少60%的家庭财富是房地产的人们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辛苦买来的房子逐渐失去价值 然而 以现在的走向 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只会日益恶化 相对于现在苦苦挣扎的这些人的经历 在推特上也充斥着一些先知先觉 壮实断腕而全身而退的案例 这位网友发推说 国家整教培时 我老公叫我高位把复兴医药征了 说 不出两年就要整医疗 果然 去年暑假 家里房子挂了一个半月 看的人多 出嫁的人也多 但没有成心出嫁的 我老公说 降点价快点出手吧 再不出手 房价要跌了 就烂在手里了 没过多久 原价卖掉了 果然 1925年 毛泽东发表了 中国各阶级分析一文 2011年 著名作家梁小生出版了 中国各阶层分析一书 号称是一部 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 想要了解 时下中国的时局 有多好还是有多坏 需要宏观经济理论的解说 更应该了解 时下一万中国人的生存现状 更应该了解 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所思所想 身处中共之下的观众朋友 你属于哪个阶层 此刻你过得好吗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昨天 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放处理过的废水 在中国掀起了一场 全民抢食用源的风潮 中国政府更是在 核处理水排放进入太平洋 两个小时后宣布 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 民间一场全面抵制日货的运动 正在酝酿中 这场导致全民歇斯底里 发作的背后推手是谁 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通过美联社的报道 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报道的题目是 福岛核电站排放处理后的废水后 中国禁止从日本进口海产品 报道说 在星期四 遭受海啸破坏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开始将首批经过处理的 放射性废水排入太平洋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举措 导致中国禁止从日本进口海产品 日本已要求中国立即解除这一禁令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我们将继续强烈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科学讨论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必须释放这些水以腾出空间进行核电站的停运工作 并防止意外泄漏 他们称 经过处理和稀释后 这些废水将比国际标准更安全 对环境影响将会微不足道 澳洲阿德莱德大学辐射研究中心主任 Tony Hooker表示 从福岛核电站释放的水是安全的 它的放射性含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指南标准 Hooker接着说 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 涉及将辐射废水排到海洋中 我理解人们的担忧 这是因为我们作为科学家没有很好的解释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科普教育 日本首相要求与中国政府进行科学讨论 而不是制造恐慌 反而 战狼汪文斌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指责日本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高兴 并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将伤痛延续给人类的子孙后代 由中国网信般操控的微波热搜排行榜 充满了关于日本排放废水的话题 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推报道 官方媒体一直在大力宣传对东京这一决定的批评 目前 中国微博上50个热门话题中 有21个与福岛废水排放有关 网上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中共把科学问题政治化 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把公众的愤怒转向对日本的仇恨 现在就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 日本排放废水背后的科学真相 本台的街谎频道对此做了个考证 提名为中国痛批日本福岛核废水处理计划并不客观 报道说 科学家们说 辐射实际上无处不在 举例来说 整个太平洋中目前有8.4千克的川 比较而言 福岛核废水中签的总量只有3克 与此同时 日本并不会一次性的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 这整个过程将长达30年 按计划 每年排放的废水中只有0.06克川 三名澳大利亚科学家在一份联合报告中写道 与太平洋中已经存在的放射物相比 日本计划每年排放的放射物含量 真的只不过是沧海一宿 负责监督福岛第一核电站排务工作的 东京电力官员黑田光表示 日本将对废水进行多次处理 知道除川以外的放射性元素浓度低于政府规定的浓度 另外 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8年 在荷兰能源研究中心核能部工作5年的博主李建盲 也对此进行了解释 他在昨天发布的帖子中说 福岛废水目前储存的全部川当量是不到900泰北克勒尔 又称TBQ 按照30年等量排放 每年排住大海的当量是不到30TBQ 给大家科普一下 贝克勒尔是衡量放射性活度的国籍单位 用于衡量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源的计量单位 得名于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的姓名 李建盲先生接着说 实际上每年川排放量最大的 是法国的拉海各区核废料处理基地 他每年向英吉利海峡排放的川当量是11400TBQ 比福岛排放量大近400倍 而中国大亚湾核电站 国家核安全局设定的排放上限是225TBQ 比福岛排放高8倍 因此福岛川年排放总量不值得担忧 同时中国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国标6249-2011 规定了排放总量是放射性川 要小于每年7.5×10的13次方贝克 而日本计划2023年排放100万吨 按照海水密度1100克每升 浓度1500贝克每升计算 年排放量约为1.36×10的12次方贝克 远低于中国国家标准 另外 中国的秦山核电站设置的报警预值 是放射性川1万贝克每升 经比较 福岛此次的川西式标准是1500贝克每升 看完了这些数据和中国为自己的核电厂 制定的国家放射性排放标准 王文斌斥责日本的话 是不是看起来极其虚伪 这些信息完全可以让大众更加了解 日本排放废水的情况 不过真相以及科学 显然并不是中共的目标 网友投稿给李老师说 李建盲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科普福岛核废水排放 没有那么可怕的微博 在获得1.2万人点赞后 此条微博被删除了 账号被封禁 另外 知乎上所有科普中国川排放量 是日本10倍的回答 全部被删除 李老师评论 在国内如何判断一件事情 其实只要看官方的操作就可以了 如果不同的观点全都直接被删除 连批斗的机会都不给 往往说明是害怕让更多人知道 当然 除了欺骗人民 制造恐慌 挑起群众斗群众以外 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极左媒体观察者网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看看国内人在日本排放处理后的废水后 还会不会吃海鲜 结果绝大多数人 一共38.8万人 投票表示不再实用 看来 中共的恐慌宣传 把自己国家的渔业产业给弄残了 以数据说话的著名博主老蛮频道发推说 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人口为1619.45万人 海水养殖产量2275.7万吨 海洋捕捞产量950.9万吨 核计总产量3227万吨 仅略低于淡水核计总渔业产量的3407万吨 海洋渔业占了中国渔业总产量的半壁江山 关键点是 海洋渔业产量基本上都是近海产量 2022年 远洋渔业产量近233万吨 占比极低 现在这整个产业 被全民对核辐射的恐慌一把清空 未来十年都将被污名化和妖魔化 以前600多万人的就业 就是如此无俗轻重 老蛮接着说 教培不算人 企业老板不算人 渔民也不算人 在中国不知道谁算人 有网友回复说 不知道接下来哪一个行业倒霉 老蛮回复说 嗯 谁能想到海洋渔业被一把干掉啊 科学的信息都被删帖封号 政府别有用心的煽动 引起了一场很有中国特色的运动 李老师报道 8月24日 因日本核废水引发的全民抢盐热潮 抖音各大盐企直播间一天之内销售上百万单 至于为什么需要囤盐 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科学的解释 反而党媒一个个的积极报道大众抢购盐的新闻 一位网友报道 在几个朋友圈开团卖一万两千袋盐 一袋五百克 结果十分钟内就卖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超市里抢购盐的疯狂场景 日本人还没着急的时候 中国人着急了 开始抢盐巴 要知道日本核废水到达中国海岸 还需要八个月时间 现在的中国人就开始恐怕抢盐巴了 有必要吗 在我们国家来说 海银这个部分不需要特别 咱们国家的质用源主要来源是来自于令和 网易新闻在B站发帖 讽刺地回应了这个荒诞的事件说 鉴于邻国排放核污水 小编认为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比如 一 不要结婚生子 不能污染祖国的下一代 二 多存款少消费 已被意外发生 三 不要买房买车 人可能活不了那么久 四 尽量躺平 不要出门乱跑 不上班也没关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易新闻在B站的账号就被封禁了 当一个独裁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媒体 封住了所有人们的嘴的时候 他们就很容易在民间制造恐惧与仇恨 在单一信息中生存的大众就成了没有思辨能力的政治僵尸 不过 中国有句成语叫养骨反噬 也就是说 你养了毒虫想害别人 最后反而被自己养的毒虫所害 用中共的一句名言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就走开了 有东西 在这儿 这儿 他就走开了 他就走开了 你 感谢观看